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下面我跟大家简单地讲一下菩提心的修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今天利用时间来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菩提心的修法 因为菩提心的修法如果我们讲得比较广一点 那内容就比较多但今天世间关心我是略讲 略俗 因为我们大概在半年以前要求大家 每天早上都要观菩提心 观菩提心 最少也是半个小时当中要修行 但是因为当时我也时间比较忙 就没有详细地怎么样观修 就没有讲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到底怎么样观修 这个问题上面是比较茫然 有些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刚开始想修菩提心 但到底怎么样修有些人想 我要今天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样想一想就可以了 有些人观到 生意菩提心 空性方面去了 这种现象最近比较多 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 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观修方法 首先给大家也说一下 为什么要观修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 我看很多人学过《入行论》 学过其他的大乘论典 在我们所有的修行当中 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修成菩提心 那么其他一切显宗和密宗的修法 应该功德不大 很有可能修骗了 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 我们首先一定要了解菩提心 你了解菩提心之后 光是了解不行的 现在世间上很多人 对佛法了解的层面上就可以了 其实学佛法和行佛法 修行佛法的情况都不相同 有些人信佛法 信佛法你就知道 哦 这个是存在 这是叫做信佛法 然后学佛法 你是在词面上 或者有些理论上了解 这叫做学习佛法 信佛法不但是你相信 还要知道 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做 这个概念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 比如说 我们对一个企业 首先根本不相信 这种企业存在 但后来通过各种方法 已经相信了有这么一个企业 这叫做信他 了解一下他的整个建筑 规模 他的设施 那么这叫做已经了解 就像相当于学佛法一样 最后不仅是我要相信 而且我自己真的要去做 就是从企业开业到发展 整个过程自己掌握之后 实际行动当中去做 那么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修行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根本不信佛教的人也有 有些稍微信一点 有些信一信 学也学一点 但是实际从来没有修过 最关键的需要是什么呢 就是修行佛法 修行佛法在你的心上面 你所了解的知识 是再三地去传奇 再三地去修持 这就是修行佛法 很多人菩提心 从字面上也知道 《入菩萨行论》一评论 刚才很多居士也背了 真的是功德非常大 这个已经知道了 文字上也明白了 但是我们修了没有呢 没有修的话 实际上是佛法真正的结果 体现不出来 所以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 在信佛法不信 学佛法不信 还要修持 没有修持 你临时的时候 真正的佛法在我们心里 不能体现出来它的效果 为什么现在世间当中 在理论上讲的天花乱嘴 可是自己的相续 跟佛陀所说的背道 儿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有去修持 因此我非常希望 我们大家 一定要修行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来摄持 我们所修的法 到底是成为大乘佛法 还是小乘佛法 这是我以前 也是提过很多次 不管是我们念佛也好 禅禅也好 或者说做放生当 做功德 这个功德的本体上 比如说我们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的词 上面不分大乘和小乘 但是如果我们 以出离心来摄持 这是成了一个 小乘的念佛法门 如果我们以菩提心的 心来摄持 念阿弥陀佛 成了大乘的法门 所以你光是 我今天在佛面前 磕头 供等 磕头 供等 磕头和供等上面 不分大乘和小乘 但是我们关键是 这个善根 成为大乘佛法 还是成为小乘佛法 就决定他的心态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关键的 我们三个人今天在佛像面前 供等 烧相 磕头 有一个人为了 今生当中得果报 家庭平安 顺利 胜利 行农 就这样 有一个人想 自己获得解脱 有一个人为了 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发愿 可是表面上看来 我们三个都是 供三盏灯 供三支香 磕三个头 在佛像面前 这样表面上看来 我们三个人的功德 一模一样 可是这三个人不同的三种法心 他的法门变成了 世间和小乘和大乘 三种功德 所以说 我们修行 在修行过程当中 真的非常需要发心 发菩提心 藏传佛教当中 非常伟大的修行人 成就者 乔弥仁波切也是这样说过 我们密宗当中的精神成就也是 实际上菩提心作为真正的因 密宗的方便方法作为他的愿 并不是真正的因 所以说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为什么有精神成就呢 这也是离不开菩提心的 那么汉传佛教当中的 净土宗和禅宗这些一定要 我们非常明确地说 不能离开菩提心 如果离开菩提心 那么整个 释迦牟尼佛的 三藏十二部经典当中 离开了菩提心的一种大乘法门 绝对找不到的 这一点你不能说 正因为我是禅宗的 正因为我是净土宗的 我的这个法式肯定是大乘的 你为什么说是大乘的 是大乘的话 一定要菩提心来摄持 所以说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菩提心的重要性 如果你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 你会修行 那么我们具体修行的时候 怎么样修呢 应该这个窍诀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归纳起来 按照《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信心修习》 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这些教言 华智仁波切的传承弟子 坎波瓦冲 坎波瓦冲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笔记当中 也有窍诀行诗来宣讲过 然后乔美仁波切的有些善法里面 也有讲了一些 还有阿底峡尊者也讲了一些 菩提心的修行 那么我今天顺便跟大家 简单地讲一下 这几个结合起来的次第 跟大家说一下 修菩提心 大家都应该知道 实际上是愿一切众生 获得无上圆满佛果的 这样的心态就是菩提心 昨天有些道友也说了 有些人 菩提心认为是非常简单 早上行住住 吃饭 走路 全部都是只要以利他的心来设置 完全成了菩提心 有些人认为 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困难的 只有禅宗的一些明心见性 或者空性的境界以后 才能可以生起这样的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 也稍微有点极端 稍微堕入一种极端的边 那么我们应该不能认为 所谓的菩提心是太简单 太简单的话 我们一般的一些凡夫人 谁都能想得起来 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然后也不能认为太困难了 这也不是 因为很多高僧大德说 一地菩萨的境界还没有得到 但是自相续当中 菩提心可以产生的 这个是很多教言当中 很明确地说了 所以我们修持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以四无量心的基础上修行 早上你们起来的时候要观修 先四无量心开始 那么四无量心在座的各位 都应该基本上都了解 就是慈悲喜舍 这无量心 为什么他们是无量呢 因为我们修这四种心 功德是无量的 果报也是无量的 一般没有大的心量 没办法修持 所以他有无量功德的原因 叫无量心的 那么这四无量心 我们以案例来讲 先修持无量心 悲无量心 舍无量心 吸无量心 十悲其事 就这样来修 但是华智仁波切以窍诀的方式来 先修舍无量心 然后修悲无量 然后修持无量 这样的持地 为什么这样修呢 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先修慈悲 很容易堕入一遍 所以先应该十无量心开始修 十无量心开始修 什么叫十无量心呢 十无量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对自己的亲人是很关心的 对怨敌一点都不关心 比如说 我的亲人今天遇到一些麻烦 我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他 而我的怨敌如果遇到麻烦 我不但不帮助他 反而可能心里是乐责责的 改 活改 改这样了 今天遇到如何如何了 可能有这样 这种心态存在 我的相续当中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呢 没有 当然我们凡夫人 完全从种子上面不能断 但起码也是 任何一个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要去有帮助的心 我对亲朋好友 不一定有特别的执著 而对怨敌 也不能有特别的憎恨 意思就是说 对怨敌没有憎恨 对亲人没有贪欲 这两个完全都是平等 这叫做十五点心 那么现在我们做不到 那现在我做不到 我通过修行来修 修的时候 首先我从观想的时候 一般自己的亲人在左边 然后怨敌在右边 就是这样观想 观想的时候 如果可能我的敌人坐在这里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我坐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面朝向母亲这边 我不愿意看敌人 可能很多人会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对他有意见 我对母亲有贪执 这样的 但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一定要这两个同样的对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这样想 所有的众生 无始以来都是当过我的父亲 这一点是有丰富的教证 所以嘎顿派的 很多高僧大德 先阿底峡尊者的 这七种教言 首先是执母 怜恩 保恩 这三种窍诀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我知道任何一个众生 都是当过我自己的父母 在前辈子的前辈 在整个世界当中 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 也有丰富的教证 刚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是有点不可能的事情 但实际上 我们不可能事情是非常多的 这样之后 我要知道所有的众生 的的确确也是当过我的母亲 有些是前世的母亲 有些是前世前世的父母 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有一点心里想不明白 想不通 但是你通过辩论 通过再三思维 逐渐逐渐 心里会容戒拉 一当过自己的父母 我为什么对他有意见 有嗔恨心 包括我们今生和前世的一些业缘 这个是 亲手的关系的的确确也是 不能决定的 我认为他是我的亲人 我应该对他很好 他是我的怨敌 其实怨敌经常变成亲人 亲人变成怨敌 以前《藏传佛教》里面 国王赤颂得证 国王赤颂得证是文殊菩萨的画家 他的公主七岁的时候 已经离开世间 后来他见到莲花生大师的时候 他说 我的公主很有福报的 他已经转生于我的女儿 而且又见到了像佛陀一样 你们的这些大智者们 但是他的寿命那么短 为什么七岁的时候都已经死了 后来莲花生大师通过寿命通 发现他说道 你的公主并不是因为福报而 转生为你的女儿 因为他有前世的 对你有仇怨 当时莲花生大师他说 我们几个在尼泊尔 准备修下荣佛塔的时候 在你的脚上有一个毒风 就饮着你的血 那个时候你在无垠当中把毒风打死了 其实这个毒风 现在转生为你的女儿 所以我们现在有出缘的这些 变成 往往以前有些是变成父母 有些是变成女儿 汉传佛教里面也是有的 以前净土宗第九十一书 应该说叫《信仰大师》 全法菩提心的有些教言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在南京的有一个人 他是养路的 后来有一次脱东西 用鞭子来一直缠着 但那个鞭实在是坐不动 坐不动最后他心里面一直哭着 因为他的业力稍微减轻 他通过头梦 晚上在他的梦中知道 这个鞭实际上是他今生当中的母亲 母亲转世为鞭 后来在梦中也是说 我以前偷你父亲的四两影子 即生当中变成鞭子 那现在我捏你稍微减轻 我有能力给你托梦告示 后来那个人非常非常地后悔 自己不应该虐待自己的假修 还有 有一个人杀猪 杀猪的时候有一天 特别肥的一个猪根本拿不动 拿不动的时候 他实在没办法 在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出现 显现一般的一个人 然后在他的拿不动猪面前 他就悄悄地说了一个 他父亲的名字 那么这个猪鬼鬼地跟着他去了 后来知道他所杀的猪 实际上自己的父亲 所以我想我们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很多佛教当中 一切众生当过自己的母亲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情依俗 自己所杀害的众生 自己的怨敌应该都是自己的父母 前世或者前世的前世 但是我们没有寿命头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通过很多的道理来 最后对情人不生贪心 对怨敌不生嗔恨心 这两个基本上可以平起平坐 达到这样境界的时候 舍无量心修处了 其实我的我指 我们都可以扩大 我们现在是根本不行的 比如说我们比赛的时候 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比赛 那么我想我这一家一定要战胜 我说在你的家庭的范围 如果村子与村子之间比赛 那么你的我说 进一步地扩大了 如果杭州和北京比赛 那么你的我指 在杭州这一块了 那么如果中国与美国比赛 那么你的我指就是我们国家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样我们所谓的我指 一直跟着自己的执著去做的 如果我们真正去详细观察的时候 敌人也是我的 那么父母也是我的 这两个从道理上 完全是可以平的 可以打平的 如果到了这样境界的时候 你看见敌人的时候 也不会对他有害心 看见那个亲人的时候 不会有贪 两个都是完全贪嗔 平质 这就是舍无量心 一定要先修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 完全能达到这样是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定的困难的 但是逐渐逐渐 真的是 比如说你修了一段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这样以后很明显的效果可以出现的 这是十无量心的修法 然后我们修悲无量心 那么悲无量心实际上就是说 愿这些三界轮回当中 可怜的众生都离开了痛苦 这就是悲心 那么悲心的时候 我们刚才也讲了 知道一切众生 都是当过自己的父母 这叫做执母 我一定要想报道 要了知他的恩德 当父母的时候 他又给我 给了生命 给了入身 还给予了我财产 地位 名声 以及我的世间 和初世间的一切知识 所以父母对我来讲 恩德是非常的 应该知道了恩德 然后报恩 要报道恩德 报道恩德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讲 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 学佛对父母一点都不报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包括释迦牟尼佛 对父母是非常的感恩的 这是我们看见佛传以后 也应该知道 为什么呢 有些人认为你出家以后 你学佛以后对父母 其实是报道的方式不同 但报道的方式更生意结 应该可以这样说 佛陀当年也是佛陀成就以后 他回到贾毕罗问过 对自己的父亲宣说了佛法 后来母亲圆寂之后 到三十三天为母亲说法 当时极寒王圆寂的时候 阿南准备以堂地的方式 准备护棺材 然后罗后罗 他以藏顺的名义准备护棺 但是佛陀都不开许 佛陀说 我为了示现众生的护照 对父母 报道父母的恩德 我亲自付金凡王的棺材 打火花场去的 所以我想我们 包括佛教徒也不能认为不报恩 报道恩德的方式的的确确是不同的 汉传佛教里面的 比如说圣治皇帝的玉尼过世 他的有些历史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别人对他供养的钱财 他分为五分 一分供养佛 一分饮法本 一分他自己享用 一分是他供养母亲 另一分结缘给众生 就接缘给众生了 以前我也讲过 黄埔禅师他也是说了 一人出家 救助圣天 若不圣天 佛受妄言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应该是佛教的传承来讲 对父母非常的报道恩德 就报道恩德 被无量行的时候 旁边的怨敌和父母不用管 只是首先 管一般自己的父母 管在自己的前面 先管一个众生 然后管平等的众生 一般普通的众生 然后这个范围就慢慢慢慢扩大 就是我的父母亲 如果真的在遭受痛苦 多可怜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她 这个管完了以后 我普通对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众生 然后我的怨敌这样 如果这几个观修方法已经成功 那么我的范围越来越扩大 整个人类当中一个国家两个国家 这样来观想 这样观想过 乃至所有的众生 我悲心就可以观不起来 这是悲心 所有这些众生的痛苦 恶业 不愉快的所有的事情 以七体的形状来进入我的身体 我自己带受 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的痛苦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那么这个 如果你们短暂的时间当中 一直这样呼吸的时候 一直这样修 那么刚才我们所有的快乐 让众生获得 叫做次无量心 其实这种次无量心 功德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 有了这样的痴心 邪魔味道也是不能摧毁的 也成为世间的因共处 然后我们刚才那个痛苦 也就是众生的痛苦 吸尽我的身体的这种修法 叫做卑无量心 卑无量心相续当中具足的话 那么一切佛法根本都具足 《大乘佛教》里面这样讲的 就是佛陀告诉弟子 只修一法能获得圆满正觉果位 何谓一法就是大悲心 因为大悲心最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们称佛的种子 种间的时候随分因缘一样 最后成了殊胜的庄稼 这一点大家都会明白的 所以这叫做大悲心的修法 要么你们实在是菩提心修得非常困难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这个慈悲心 真正的菩提心的修法 我前面也强调过 就是愿所有的这些众生离开三界连回的一切痛苦 就是因为刚才慈悲细思这四五念心如果修得比较好的话 那菩提心修的就不会有困难的 如果我们前面慈悲细思的这个修法没有修得成功的话 那虽然你在暂时可能遇到一个众生 或者自己种的一些众生全部获得快乐 可能这样会想的 但是你真正遇到你的关心不太好的人 或者说有些人 任何其他众生遇到的时候 你真正以菩提心来对待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虽然发了菩提心 但是实际行动当中你的母亲生病了 你马上想办法把他解救 到医院里面把自己钱全部给他这样 但是普通的人生病了 你一分钱都舍不得话 不愿意帮助他 然后你的缘分的敌人如果生病了 或者他遭受一些困难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因为刚才十五年心没有修好 如果十五年心修好的话 虽然你还没有得到伊地菩萨的果位 你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凡夫人 但是从你修行的境界来讲 应该跟我们父母 跟其他的众生 不会有任何差别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自己修得很高的境界 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人稍微修一点佛 学一点佛 整天都是讲一些神通 天言 然后我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 就经常说这些 没有必要的 我们境界很低的 就是真的 实际行动当中 我们看见一个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你就心里面说 多可怜啊 多可怜啊 会这样说的 但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 跟自己的母亲一样去救的话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大乘佛法 修得还是差缘 应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因此我们佛教徒 不要把佛教看作一种圣化 也不要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是修不成 像我这样的人 可能没有这个因缘 没有这个机会 也不能这样的小看自己 歧视自己 实际上每一个人只要下功夫 应该都有殊胜的因缘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打好四无量心的基础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打好基础之后 你就刚才所讲的那样 一定要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 愿众生 愿他离开痛苦 愿众生获得佛果 这是两种条件 光是我们看见今天众生很可怜 我要想帮助他 他是不是菩提心 也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菩提心的两种条件 就是要怨佛果 什么叫做怨佛果呢 这个众生将来 但愿他获得佛的果位 但愿他离开三界轮回当中 所有的痛苦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心甘情愿要做一切事情 所以我们佛陀的《教王经》 佛陀专门有一种《教王经》 《教王经》里面就是说 菩萨戒的学处 尤其是愿菩提心的学处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自他所作的一切善根 进行随喜 随喜之后回向 发愿 叫愿菩提心的学处 然后心菩提心 尽心尽力地 行持六度半性 所以我们现在世纪当中 可能有些人真的做不到 因此大家也不要认为 我这个境界很高 其实我们真正的 修菩提心 不要说深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大家都可能修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修 修菩提心的 哪怕是你一刹那间当中 或者说十分钟当中 你这样作禅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有些人每天都说 我要早上起来作禅 什么观想都观想不来 光是你这样 闭着眼睛没有用的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现在初学者最需要的 就是要修自他交换 修是要修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七种教言 这样的教言你反反复复修自相续当中 菩提心肯定会生起来 这一点我认为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简单地讲一下 希望我们以后 每天都是自己 最少短短的时间当中 要想一想菩提心 其实菩提心没有什么 不会修的 就按照乔弥仁波切的那样 我再次重复 就像你持无量心和背无量心 通过呼吸来再次观想 这一点我觉得 任何一个老菩萨也是会修的 你七十岁八十岁的 有些老菩萨也是 你这个呼吸 肯定会观想 这种功德 一般的任何一种功德都比不上 所以现在佛教界当中 有些人对天眼 对神通很强调 一说菩提心的时候 好像不太重视 但这种做法是不太好的 有些教言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像以前的大天比丘 大天比丘 他有八道不共同的成就 什么天眼神通都已经具足了 正因为他具足这样 最后造的业比较多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 希求一些外向上的东西 应该实在地 在心底上下一点功夫 大家好好地忏悔啊 其实忏悔也是 菩提心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有些教言书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那么你的罪业再大也是 通过方便方法来可以消除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来摄持 你再怎么样忏悔 也是不行的 乔美仁波切有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 比如说一个铁的丸子 铁的丸子虽然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你放在水里面 会掉下去的 菩提心没有摄持的罪业 虽然是很小很小 但是你一造罪以后 众生就像铁丸子一样 会堕落下去 空性的铁管子 铁管子特别特别大 但是你放在水里面 如果里面是空性 它会漂在水上面 同样的道理 虽然你造的业 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如果以菩提心来摄持 那么不会堕下去的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比喻 因此大家应该念 金刚萨埵星座来好好地忏悔 你们也是属于 大城市里面的人 可能从小到现在 造了很多的恶业 不管是你吃肉也好 杀生也好 做很多一些非法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忏悔 未来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过 非常难说的 这个因果是非常可怕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不是你们信不信的原因 真的你造了种子 那以后果是肯定会出现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不发现而已的 那你自己不发现 不能随随便便这样做 做的话 那就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 因此大家也是非常荣幸地 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 遇到了这样的佛法之后 大家应该以菩提心来摄持 修行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修行 的的确确 我们得了这么好的人身 遇到了这么好的佛法 是非常可惜的 因此我个人 经常都是从法治内心来这样想的 即生当中 幸好遇到像法王如意宝那样的 真正能知识解脱的 道路的上师 同时也遇到了这么好的正法 否则在这样的 茫茫无际的人海当中 如果遇到了一些邪知识 遇到了一些邪法 我的心可能随着外境而转 结果自己显得越来越深 最后就无可救药 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也是遇到佛法 的的确确是不容易的 现在不要浪费自己的人身 一定要学习一些佛法 要行持一些善法 行持善法的时候 不要在形象上做 一定要实际当中 观想佛陀 修行菩提心 修行菩提心的功德 哪怕是一刹那些 五文钟的这种功德 也是在形象的 有些功德完全是比不上 不能比得上 它的功德万分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 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吧 大家遇到了这样的大成佛法 但是我们没有实际地去修持 其实菩提心的功德 都是随会绕制的 但是你天天没有观想 天天没有去做 也实际上是有点可惜 因此我今天也是顺便强调 大家修行菩提心 菩提心具体的有些修法 《大圆门前行》当中也是有的 还有信心修行三处三 引导文当中也是有 没有什么不会的 一定能修得起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做任何事情 也会有一点困难 比如说我们修一间房子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 挖地基 舍基 搞建筑 很多方面的麻烦 但是你打好基础之后 很顺的 任何一个修行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还没有调整 然后你要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大家都有困难重重 但是你真的要去修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 因此我也希望 我们这里学任何一个教派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释迦牟尼佛的任何一个宗教 先发菩提心 中间积累资念 最后成佛果 这是宗派方面部分的 不要认为我是学这个上师的 我是学那个教派的 我可能不需要修菩提心 不要这么认为 你自己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 如果别人欺骗自己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自己欺骗自己 那这个世界上谁会救你呢 因此大家也是得到了真身 既然遇到了佛法 还是要学一点 否则真的是 遇到如意宝 你没有使用它的价值一样 非常地遗憾 因此今天随便强调一下 大家一定要 认认真正地去修行菩提心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真实无畏的 世俗菩提心 然后再次努力之后 一旦在相续当中也生起了 远离一切习论的 生意菩提心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度化众生的事业 也是自然安然会形成的 也是自然安然会形成的 所以我今天也随便跟大家讲几句 菩提心的修法 这个时候 我们尊敬封 但是是自然安然会形成的 中文字幕——YK